在马来西亚 慈济新山之会 为照顾户举办岁目祝福 当中一位喜慎慎友 廖文才 他双眼失明 还节肢 但他还是能够快乐地生活 他说 转苦为乐 重拾信心的力量 主要是心念的转变 还有家人的爱 等爸爸有什么心理的话 怎么办 讲呢 欢迎 好 还有呢 这杯茶 再度凝聚一家人的心 其身病友廖文才 在妻女贴心的照顾下 走出病痛的不安 双眼失明还节肢的他 在照顾户的罪孟发放 鼓励其他病友 我不都开开心心 我老婆家人也跟我开开心心 对 如果我整天好像 只被自己家里人看到我 他们也比我更伤心 最重要是顾好自己的一念心 曾经不堪肾病折磨的郑家泉 看到有人的病痛比他严重 却还能快乐的生活 心有同感 当初回来一年多 我们每一天都在想死 真的 每一天都想死 驾住车我都想去创那个楼里去 他不比我更加惨 他可以将乐观的面对每一天 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本兵一定要坚强下去 活下去 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坚持着 帮助他们 也是我们一家人嘛 看着廖文才一家和乐的景象 郑嘉全对妻子的想念更深了 因为跟妻子意见不合 离家出走 他现在最盼望的是 跟家人团圆 我一直在 期望我的太太可以给我回家 我的心愿就想回家吧 大家新闻 这是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导